大家早安 我先講幾句關於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 一個文化場地的設施 由構思到現在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了 我們都希望在西九這個面積比較大的地區 可以為香港市民 同時也可以為外地的遊客 提供多元化的文化藝術的場地 這次我們能夠在西九文化區設一個故宮博物館 確實是能夠配合整個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提升西九文化區在香港和海外的地位 讓西九文化區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文化活動的場所 也都提升香港人的文化生活的質素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注西九文化區的建設 大家對文化區裡面的一些場所和活動都有不同意見 但是程序的工作我們一定要做 所以西九文化區裡面的故宮博物館會有六個星期的諮詢 請大家多提意見 但是在程序之後我們不能夠容易不決 我們還是要向前下 使得香港人能夠多一個文化活動 文化生活的一個好去處 故宮博物館大家知道是相當受大眾歡迎的 很多時候去北京的故宮博物館都遇到很多遊客 包括我們的青年人 所以我們在香港有了一個故宮博物館 我相信香港人可以就近 可以經常去接觸我們中國人遠遠流長的文化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快落實這個建設 這個故宮博物館我相信如果在世界上其多大城市 有同樣的安排 即是當地出地有慈善公益機構提供資金 而北京的故宮博物館提供展品 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會歡迎 我相信香港市民是會歡迎的 我們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 聽大家的意見 希望能夠盡快將項目向前推動 希望大家早日可以在香港 不需要去北京就可以看到故宮的創品 剛才市長曾經說 市職了一個公約的未批 它還有多少休假 存在著苗果不批 它放了一些教務的分析 另外林鄭市長的競選辦網頁已經報告 你覺得它是否不夠心無二用 林鄭市長現在每天都很忙碌地旅行她作為市長的職務 很多特區政府的工作 政務司長她負責的工作 每天她都在執行 我和她都經常在特區政府的工作 每天都開會 也都和她有很多工作 大家一起向前推動 林鄭市長不存在一個她分心的問題 至於曾俊華市長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根據程序辦事 如果是曾俊華市長會不會覺得對政府的班底有影響 同時有兩位司長等了 還有覺得如果會不會 現在會不會留下了西九國的班子 實事求是說 我們一共有三個司長 三個司長都分工 司長和我和局長之間也都有分工 政府的高層有人來任 尤其是兩個司長的離任 無論怎樣說 如果是實事求是題 是對工作有影響的 尤其是在這個比較忙的時間下 我們正在為起草施政報告 和制定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正在忙碌地工作 但是我們也知道 2017年我們是有行政長官選舉的 所以司長或者其他人士 他有心在行政長官的職務上 從2017年的新界政府開始服務香港人 我們都不應該阻撓他們參選 林鄭市長有否跟他表達過 有機會去香港禮拜來辭職這個消息 另外想問清楚 曾俊華如果一直中央都沒有批評 辭任任職責的時候 根據香港的法律 以你理解他可不可以選這個問題 沒有關於曾市長的問題 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我們會跟進行程序辦事 林鄭市長是否辭職 辭職之後是否參選 應該讓他自己公佈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